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缝制过程 温馨小提示 制作过程不要忘了拍照发朋友圈哦 让朋友们看到你心灵手巧的一面 下面我们开始吧 打开飞机盒 首先看到的是桌垫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磕豆尺 之后凉馅会用到哦 在开始之前将桌垫铺好 防止桌面受到损伤 工具包 材料包 材料包里有一张数字皮料贴 对照皮料表 将数字贴贴在皮料正面上 怎么来区分皮料的正反面呢 这一款皮料的正反面非常好区分 一边是鳄鱼压纹 一边是稍微光滑的背面 我们是要注意的是扭扣的这个部分 反面呢是稍微带花纹以及带螺丝的 正面呢是光滑的哦 所以到时候我们缝制的时候千万要区分清楚 可能比较难区分的 包盖内侧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来看 由于打孔是从正面向下打的 所以孔位大且圆润的 是正面 孔位较小且不规则的 是反面 这里可以看到明显的区分 我们贴皮料的时候 注意避开孔位哦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将四号皮缝制在一号皮的后侧 这个半圆弧位置上 这里呢我们大家稍微看一下 四号皮的正面 以及整个一号皮的正面都是在外边的 所以我们是用四号皮的背面 对准是要缝制的这个部分 让正面全都漏在外面 由于呢这个包包整一个配线的颜色都是黑色的 所以为了防止大家看不清楚呢 在缝制这个包包的时候 我会用白色的线来给大家进行教学缝制 更清晰且直观的看到整个缝制过程哦 那缝制这个部分 所需用线的长度呢 也就是这一段的五倍 相当于我们120厘米拉线的长度 例如 这里是一倍 以此类推 两倍 三倍 四倍 五倍 在这里剪线 剪线的时候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斜着向上剪 将剪出来的线 尖尖的好穿针 缝制 我们用到的是双针缝法 不明思义 就是两根针一起缝 所以我们要将两头的线都穿上针 首先 先将线穿过针孔 拉出一小段线 将线压在我们的桌面上 用针尖呢 穿过线的中间 将尾线这个部分向上拉 变成这样一个大U的状态 再将我们的尾线呢 拉过针笔 再拉长线 这样我们一边的针就穿好了 接下来用同样的方式 来穿另外一边 这样我们两边的线都已经穿好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缝制吧 将四号皮对到一号皮的对应位置上 对齐我们的孔位 这里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 我们的进针的第一针呢 是单独的进一号皮的第一个孔位 穿针下去 我们将两边的线拉一样长 双线拉齐平 接下来底下的这根针呢 从第二个孔位穿回来 穿回来的时候 需要将四号皮的第一个孔位 一起穿过去 将线拉回来 我把这一针穿完之后 大家应该能看得更清楚 上面的这根针呢 穿过四号皮的第一个孔位 再穿过一号皮的第二个孔位 拉紧 呈现这样的状态 那背面也是同样的 由于呢 我们的皮料相对来说比较厚实 所以我们需要加固一下 四号皮和一号皮的连接处 我们将上面的这根针呢 再穿过一号皮的第一个孔位 拉回去的时候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两根线呢 是需要平行的 如果不平行的话 稍微用针拨一下 将两条线拨平行 这样会更加美观 拨平行之后 同一根针哦 从我们的第二个孔位 又穿回来 同样是穿过一号皮的第二个孔位 以及四号皮的第一个孔位 我们就是稍微固定一下 穿的第一条线 让单线变成双线 固定好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继续向下缝制 下面的这根针呢 穿过一号皮的第三个孔位 然后穿过我们四号皮的第二个孔 拉上来 我们上面的这根针呢 同孔位穿下去 两边的线一起拉紧哦 这样就完成了一次交叉缝制 接下来所有的缝制 都是按照这样的交叉缝制来进行的哦 底下的针穿上来 注意了 底下的针穿上来的时候 我们将它放到右手边 之后从下面穿上来的针 我们都将它放到右手边 这样可以保持我们现季的整洁 以及美观哦 下面我们就持续向下缝制 缝制到另外这一边 教大家怎么收尾哦 缝制完四号皮的时候 我们接着向前将最后一个孔位给缝上 这个部分缝完之后 我们就来收尾 那收尾呢 我会向大家示范两种不同的收尾方式 分别是胶粘和打火机的收尾方式 我们用两根线来给大家示范收尾 首先呢 先从已经缝制过的这个方向 倒缝两针回去 倒缝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回针的线剂呢 需要和已经缝制好的线剂 呈现平行状态 背面也是同样的 呈现平行的状态 第二针的时候 就向大家示范如何来收解 接下来呢 我先用粘胶的方式 向大家展示一下 粘胶如何收尾 底部的这根线来向大家展示 大家可以先看完我的收尾示范之后 再选择用自己相应喜欢的收尾方式就可以了 如果粘胶的话 第二针我们从底部穿出来 穿出来的时候稍微注意 我们从两层皮的中间穿出来 就是一号皮和四号皮的中间出来 如果大家都是用胶粘收尾的话 上面的这根针同样的也是从四号皮穿过去 从一号皮和四号皮的中间穿出来 穿下来之后还需要打一个结 将线结呢拉到我们的缝隙里面去 那现在我只给大家示范一边的话就打不了结 所以就把线结贴近皮剪断尽量留 但是也不能剪的特别的短 就让它自然的留尾部在外面 胶粘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所使用到的是502 使用502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 502不能直接滴在皮面上 否则是无法清洁的这个点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容器 瓶盖或者是一张卡纸 将502移到容器中 再拿一根备用针 占取502 少量多次的将我们剪掉的线结呢 藏到两层皮的中间里 尽量往里推一些没有关系 再将我们回过针的这个部分 稍微的点涂一些502 切记不要弄在皮面上 那胶粘的部分 我们就已经示范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示范第二种收接方式 上面的这根针呢 直穿过去到背面 也是需要保持线继的平行 穿到我们的皮料背面来 穿出来的时候 我们用剪刀 注意留下两毫米左右的线结 呈现这样的状态 之后我们将打火机调到最小 用密焰 也就是蓝色火焰的这个部分 微微的贴近我们的拉线 在拉线融化的时候 快速的用打火机摁压线头 那它就自然而然的融入在了线结之上 这个就是用打火机收尾的方式 如果大家选择用打火机的收尾方式 就将两条线全部留在我们的皮料背面 然后将它剪断留两毫米 再烧线结就可以了 我们两种收尾方式都示范完成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以及喜好 去选择收尾方式即可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缝制完成啦 下一步呢 我们将六号皮的这个半圈 带弧度的半圈缝制起来 那缝制这个半圈所使用线的长度呢 是这一段的12倍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60厘米拉线的长度 让好线穿好针之后 我们就开始吧 净针的第一针 我们从弧边以及直边夹角的第一个孔位净针 双线拉平行 交叉缝制法缝制这个部分 注意只是缝制这个弧形哦 缝制到这个孔位的时候 我们同样倒缝两针 也忘了线继的平行 那这个位置 我用胶粘的方式来收尾 大家如果习惯用火鸡的方式来收尾 是可以的哦 那上面的这根针呢 从两层皮的中间穿出来 背后的这根针也是从两层皮的中间穿出来 剪掉多余的线结 少量多次的粘结 将我们的线结压到两层皮的中间去 压紧 这个部分我们就缝制完成啦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将一号皮五号皮以及六号皮缝制在一起 这里需要注意咯 五号皮的正面呢 是在外面的 也就是需要将五号皮的背面 对准一号皮的背面 我们缝制前面这一个部分 将弧度贴合 对齐之后我们会发现皮面上有两个大孔 这两个大孔同时对应着我们的六号皮 需要将它插进我们的这两个大孔中间 一起缝制这一段部分 缝制这一段部分所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这个部分的正反面的区分 缝制这个部分所使用线的长度呢 是这一段的七倍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150厘米辣线的长度 两好线穿好针之后 我们就开始吧 先将我们的六号皮放在一边备用 我们先把五号皮和一号皮缝制起来 五号皮的背面 贴紧一号皮的背面 让五号皮的正面揉在外面 对齐孔位 这里呢我们就需要用到燕尾夹 皮料对齐 孔位对齐 将燕尾夹夹 夹在我们的需要固定位置上 夹好之后我们就来开始缝制咯 先翻过来背面看 孔位同样的 一号皮依然是比我们的五号皮多出来一个孔位 这是正常现象哦 和我们刚才缝后卡带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竞针的第一针 依然是从一号皮的第一个孔位竞针 让大家看清楚呢 我翻过来背面 双线拉平行 依然同样的方式 穿过我们五号皮的第一个孔位 以及一号皮的第二个孔位 再同样的穿回去 双线拉紧哦 紧之后 我们将上面的针再绕一圈 回来 这里先接要平行 好绕回来 绕回来 双线双线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缝制 缝制到第一个大孔位 我们缝制到大孔位的前一个孔的时候 这里就要注意 我们要加入六号皮 加入六号皮的时候 区分一下正反面 正面是光滑的这个部分 大家注意 是夹到中间去 这样正反面呢 都是看不出来的 我们把六号皮 对到两层皮的中间之后 我们试着先来找孔位 从底部穿进大孔位 再穿过六号皮的第一个孔位 我们要缝制六号皮横向边 再穿过我们一号皮正面的大孔位 这样就算对上啦 接下来上面的针 从孔孔位穿回去 穿回去的时候 稍微检查一下 千万不要漏缝了 漏缝呢 六号皮会非常不牢固不稳定的哟 这里拼缝的时候 一定要拉紧我们的双线 不要让它出现太明显的缝隙哦 截止缝制 这个部分孔位脚不对的小鱼嘛 那可以慢慢来 不要着急哦 因为我们这个部分缝制的瓶料比较多 如果大家拉线困难的话 可以戴上我们的纸套 缝制到大孔旁孔位的时候 我们就单独的缝制一号皮和五号皮的这个部分 我们缝制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同样是倒缝两针收尾 这一次呢 我用打火机收尾的方式 剪线烧结 那我们的这个部分呢 就缝制完成啦 最后呢 我们将一号皮 二号皮 还有三号皮 缝制在一起 缝制这整一个包身的侧边 以及正面 这个部分 索性用线的长度呢 是这一段的四倍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164厘米拉线的长度 由于需要缝制整个后面 以及正面 所以要缝两条这样的线 缝好线穿好针之后 我们再来准备一个部分 那就是我们包后侧和侧边的固定位的这个部分 需要缝这一段的一倍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23厘米拉线的长度 由于需要缝制两个包侧后位 所以要缝两段这样的线 缝好这个部分之后 我们先备用 我们先将三号皮放到一边 先来缝制一号皮和二号皮的部分 将一号皮翻过来 我们要缝制二号皮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注意要点 找到短边有两个孔位的这个点 双孔位对应的就是一号皮背部 我们卡带的这个部分双孔位 所以他们缝制的时候是需要对应起来的 双孔位对着双孔位缝 所以带双孔位的这一边呢 适合我们的一号皮重合缝制的这一排孔位哦 大家缝制这个部分的时候千万不要缝错啦 再次确认一下我们二号皮双孔位是否和一号皮所需缝制的在一边 如果确认好了之后我们将二号皮搭在一号皮所需缝制的侧边上 孔位对齐 我们接下来开始缝制一整个包身 进针的第一个孔 二号皮的第一个孔位穿入一号皮的第一个孔位 双孔拉齐瓶 这里呢我们需要做一个左边的动作 里边的这根针我们从外边绕进去 还是第一个孔哦 同孔位 再做一次 里边的这根针从外面绕进去穿出来 这里还是要保持双线的平行 如果发现线机有叠加注意用手拨一下 这样我们的锁边呢就完成啦 接着我们继续向下缝制 缝制到我们转角边的时候注意咯 一个孔位对齐一个孔位就不会出错啦 千万不要出现漏缝的情况 而且越是缝制到转角边 我们拉线呢要稍微越紧一些 我们的这个皮料比较硬挺 所以转角的时候是稍微有些难缝的 大家要多一些耐心哦 缝制到最后一个位置的时候 同样的跟开头一样需要锁边 上面的针从下面绕上来 绕两次进行锁边之后 倒缝两针 这里我选择用搭火机进行收尾 所以第二针直接穿过去 剪线收结 这个份就缝制完成啦 接下来用同样的方法 缝制另外一边 将三号皮缝制到正面的位置来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叠皮的顺序 二号皮永远在三号皮之上 或和一号皮缝制也是 二号皮也是在一号皮之上的 将三号皮叠在二号皮的下边 进针的第一针 我们从第一个孔位进针 同样的也是需要锁边 下面的这根针绕到上面去 从上面穿下来 穿两次 锁边完成之后 我们拉紧线 继续向前缝制就可以啦 我们知道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也要锁边 拉紧 倒缝两针收尾 这个位置如果大家用搭火机收尾 觉得不方便的话 可以用502收尾哦 这个包身呢 我们就缝制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将侧后的这两个孔位缝制在一起 也就是我们23厘米的拉线哦 大家不要忘记了 先从侧边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 再找到我们包身 第一个大孔的位置 再穿过去 双线拉齐平 接下来我们侧边的这根针 穿过第二个孔 再穿过背部的第二个孔 在背部第一个孔位线呢 穿过背部的第二个孔位 再回到我们侧部的第二个孔位 将插缝制一针之后 拉紧 尽量的去给它拉紧 它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一个 折边的弧度角 我们用手捏住 再多加强几针 直接穿过 绕回来 再穿一次 然后回去 我们再背部收尾 我这一共是穿了三针 如果大家觉得怕不牢固 那我们可以多穿几针 线结收到了背部 同样的剪线 收尾的这个部分 大家同样用打虎机进行收尾 因为这个部分受力比较大 我们的线段都留稍微长一些 这一边就缝制完成了 自然弯制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缝制另外一边 两边自然的弯 这个包包就缝制完成了 缝制完成咯 你做的包包一定非常棒 快分享到朋友圈 推荐给你身边喜欢做手工的朋友吧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